为什么呀 向下 什么向 偷脚 人在站着的时候 坐着的时候 面部的肌肉多容易往下垂 对吧 阳脚下垂 贼脚下垂 是不是哭向啊 贼脚 阳脚向上提 是笑向 刚才我说从由内向外 清空眼看的时候 由内向外 目的就是往眼 阳脚向上提 你要反过来的话 由外向内 向内的话 你看 正好把 到这地方是眼角向下垂 本来都容易往下垂了 你还在继续往下垂 那是反作用的 不是保健作用的 是反作用的 所以说这两个地方一定要住 到头脚的时候 你看 颠倒为准 水垢至地仓 然后轻摩下河至驾车 四个手指头正好都是下河 中指在下河 师指在口中下面 无名指和肖指在下河下面 正好都是四个手指头都是下河 轻柔抑 金揉 轻柔 驾车至太阳 这面部 是不是全部都捉到了 没有一点漏的地方 全都捉到了 然后头头 这个修位就要记得多一点 头面部修位可能相当多一点 没关系 参征就记得了 然后 点柔赞福之北费 就普通话做得不好啊 听不懂是吧 明白明白明白 一般三到五次就够了 一般三到五次 然后点到弯以后是勾点终止 勾点分尸分腐 分尸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凹向处 发记的上面凹向处 这边 到凹向处 分尸 然后分腐是单血 在这中间 发记上面 分腐血 好 勾点弯以后是疏离头皮 分腐头痛 头痛脑战的话 对吧 是别人头痛脑战 或者血压高里 那么疏离疏离 抓大头皮 这效果不就扩张了吗 对吧 他大脑提神 就放松了 也可以放松 也可能是什么样更紧张 用指尖梳理的时候 注意两个方法 上午用指尖 下午用指尖 指尖是兴奋手发 指尖是抑制手发 大家注意一下 可以在自己头上抓一把头皮 你用指尖抓一下 然后用指尖抓一下 两种不同的感觉 指尖是兴奋手发 上午用指尖 一抓以后 他大脑皮层兴奋 人家精神就来了 精神兜手去工作 到下午快睡觉的时候 你还给他弄指尖的话 那一边才睡觉了 大脑皮层兴奋 一边才睡觉了 所以说 咱们实践不同的手发 你大脑和人都掉了 大脑保证 轻轻地换个手